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6月5号北京市宣布决定自6月6号零时起 将北京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应急响应下调为三级 并相应调整相关防控策略 解除湖北、韩武汉、中高风险地区除外人员 进京民航、铁路购票和公路进京证限制 适时开放境内团队旅游业务、中高风险地区除外 南都记者获悉 该消息发布后 相关出行平台上北京相关旅游产品 较前一天同一时段的顺时搜索量增长300% 半小时内湖北出发至北京的机票火车票搜索量瞬间上涨 其中武汉到北京机票搜索量较前一天同一时段增长9倍 武汉到北京火车票搜索量增长8.2倍